选择了中带 薄了 这个时候 选手的集中力 分神了 应该是 当沙利文在打球过程中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个往往就出现在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选手身上 年纪小的选手一般很少 他也不能算是小 其实奥沙利文这个年纪属于鼎盛时期 应该说他的巅峰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 对 他今年已经34岁了 75年的 35了 35了 就是说他35还能保持到这个状态 应该算还不错 我们一直在说斯诺克这个运动 运动寿命很长 但其实 巅峰的状态也是很短 也是很短 差很多 非常薄 像亨德利人在40多岁依然打得这么好 并且在去年的试景赛可以拿一个147 这确实是非常不容易 对 应该是还会防守 我相信他 如果用右手的话他就会进攻 还是防守 还是防守 是一个厚斯诺 即便让你看到 但是 这个不好下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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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 好 也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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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的Running还是有一些简单的事物 其实要是在年轻的时候 他这种事物也是非常少的 好 应该说母球的落点还是很不错的 要不要再开中带 中带有吗 其实我觉得倒不如推过去 找一个斜角直接把它开闪还更好 当然可能会有 因为我们这个犹豫画面的原因 不能肯定 不能确定 先来解决左侧的这个红球 当然也比较顺手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有中带 那当然可以 但我觉得可以把它找角度把它K3也可以 找黑球的角度 对了 15 通过一个斜角 这个角度不够 这个角度不够 其实只要带一下就可以 对 带到两颗红球 左侧的这一颗 没错 没错 OK 不好 这个效果不好 它是K到了 转机嘴 它是K到了中间的这一颗 K到后面那颗 对 要是K前面那颗就好了 K到前面这一颗 前面这颗往上面走 粉球肯定也会稍微的向上 对 那么这样的话 当中这个红球的中带就露出来了 那还是这个滴杆下的有些低了 对 这个我感觉比较合理 当然这个是 事后 事后诸葛亮 现在看组合球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他还是不能盲目 还是不能乱来 再算组合球 他还是决定要打 这个组合球不是一个很自然的角度 当然还是有机会的 还是有机会的 漂亮 好的 进了 打到第一颗球的左侧 并且照到了黑球 问题的关键 还是在边岸上面那个红球 虽然给带了一带 但是带的效果不理想 这个时候 你还是得先打进一个算一个 不能乱来 打一个stun 灯杆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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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于是 一球换一球 这个 把过去靠近边岸的这个红球踢出来了 这个角度有可能可以把边岸上面的红球可以带出来 看行不行 先叫黑球也可以 先叫黑球 因为叫黑球和带这个红球下的不同的赛 叫黑球的话可以找一个角度推中带 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要求母球的落点非常的精准 这个太难了 不过这个问题还是粉红球和篮球也是咬住了 这也是一个难关 它这条线路是叫做底带的线路 漂亮 好像过了一点 38 应该还是有下 我相信 打得够薄肯定是有下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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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